我心中的Coco姐印象最深是我有一次在坐飛機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很新人然後他坐在前座 然後非常熱情的跟我打招呼 讓我突然間覺得哇這個我心中的偶像這麼的平易近人 直到我下一次跟他合作的時候 他的那種敬業以及很溫暖 就是很怕招待你不周的這一種窩心 然後氣心以及他在舞台上用歌聲 以及他的舞蹈以及他的魅力 讓我在表演上向他學習非常多 然後真的非常非常難過這麼早和他分離 我會繼續帶著他的精神 然後希望他去到一個他很喜歡的地方 繼續散播他的快樂他的溫暖 謝謝你 我覺得Coco是一個非常之甜蜜 在我人生裡面見過真的最好好的一個前輩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可以認識到他 還有可以跟他生命裡面有某幾年的交接 可以跟他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可以跟他一起在舞台上表演 可以跟他一起在台下玩 很想念他 很想念他 很愛他 我希望我會再次看到他 然後我會再次看到他 然後我會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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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著身邊每一個人 真的很捨不得你 因為你那堅強笑容的背後 是很多的汗水淚水淬煉出來的 你留下來的是一個傳奇 是一個無可取代的legacy 生命能夠有你 我們都很幸福 我們會永遠永遠記得你的好 我認識Coco的時候是在一三年 那個時候我覺得他非常的開朗 樂觀 熱情 他真的就像是一個小太陽一樣 照耀著每一個人 當你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感覺特別的踏實 特別的安全 特別的放心 他的熱情 我覺得都能夠融化你 就像他的歌聲一樣 後來我記得我還參加過一個綜藝 我當時覺得他可能不會答應我跟口 我說你能不能幫我一下的時候 他真的毫不猶豫就答應了 他說小明你的事情我一定要來 當時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動 Coco啊 歌后啊 天后啊 當我知道Coco離開的時候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我停在那好久好久說不出話來 我總覺得這不是真的 我總覺得這是假的 後來當我確認這個消息之後 我才明白原來他真的是 把快樂留給了別人吧 把痛苦留給了自己 真的好想你像Coco 放心吧 我們一定會 會永遠記住你的 會開開心心的 啊 也希望你在 天堂能夠真正的開開心心的 做你自己 想到Coco 就會想到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之前 他看著我 就對我很可愛地說 我是第一個 A神 上這個舞台的人 我一定要拼命地唱 拼命地唱 他可愛的形象還在我的心裡面 這麼一位陽光 人緣那麼好 想像的 這麼好的人 走得這麼早 我們真的是很 覺得很可惜 非常的懷念 Coco 你好好休息 謝謝Coco姐 願你在天堂的花園裡 開心地舞蹈唱歌 謝謝你 謝謝生命中 讓我遇見了你 願你安息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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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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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Coco 我認識Coco 二十幾三十年 我們曾經在同一間公司 滑星 我亦都曾經跟他一齊 有一些共同的經理人 在過程裡 我見過舞台下面的他 他永遠都會帶著一個 很真誠 很熱情的笑容 令到身邊的人 每一個都覺得很快樂 他私底下就像我一個妹妹一樣 他天真 他善良 我亦都在舞台上 跟他一起表演過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 我是被他征服了 他從一個天真的小妹妹 變成一個 充滿力量 幾經四座的巨星 這些一切一切 都將會在我們的心中 永遠不能磨滅 因為你的力量 你的善良 我相信這個世界會更加好 我掛念你 我愛你 我還很記得 初初認識Coco的時候 就是1992年 我去一個派對的時候 我朋友說要介紹這個女生給我認識 她很唱得很跳得 你一定會很喜歡她 我就這樣認識了Coco 她當時準備要參加新手歌唱比賽 我就剛剛回到香港 也即將要簽唱比公司 我們之後很久 大家都入了行 做了歌手 雖然這三十年來 我們其實沒有正式合作過 但我覺得我和Coco 是有一種很特別的 connection 我想是因為我們識於美時 其實我們是看著對方起步 看著對方進步 那中間這麽多年來 我們有起有地 有得有失 那 但是 我覺得這種緣分是很難得 我好珍惜 那 我以後都會繼續珍惜這份緣分 這次Coco 所以我們的愛人 最愛的Coco 我只想說 他會永遠在我們的心 他有很大的 很大的愛 給大家 無論是誰 或是誰 你最初要相信我 我非常感謝 你的鼓勵 你很感謝很多人 你很大的心 我會珍惜你 你會在更好的地方 親愛的我的女神 李文Coco 我是你的粉絲 Celina 謝謝你帶給我們 美妙的舞姿 美麗的歌聲 你永遠在我心中 願你在另外一個世界 一切安好 自由自在地飛翔 從音樂的角度來看 Coco李文就是天才 我們在Sony Music做同事的時候 我有幸 跟他多次錄音 排練 同台演出 甚至還見證了他籌備他的台北市立體育場演唱會 那是1998年 但記憶有心 體育場成千上萬瘋狂粉絲爆滿 雖然Coco個子不高 但他一站上舞台 就是一個巨人 我現在都還是覺得很神奇 他的氣場 怎麼會這麼強大 我永遠會記得 Coco給我買了我人生的第一杯 辛巴克 從萬人演唱會到買一杯咖啡 Coco就是能夠觸碰你的心 這是他非常特別的甜分 而且會永遠傳遞下去在粉絲們 在朋友們的心 謝謝Coco 神祝你 永遠 Coco走的 我曾經跟Coco姐合作過一首歌 然後覺得自己的創作 可以被一個這麼美好的人所演唱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如今那些歌 那些音樂都還在 世界好像繼續的運轉 可是在我們心裡 我們都知道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那我覺得就像我寫的歌名 如今每一天都變成了想念你的夜 希望這樣的想念在我們心裡 可以讓我們成為更美好的人 然後謝謝Coco姐 曾經帶給我們的美好 小時候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在教會長大 所以我記得非常清楚 每次到教會周日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會在中午的時間 在NTV台等待著播放當時最火紅的音樂作品 當時就有一位歌手 一位女歌手 真的震驚了我們全家人 她就是李文老師 然後到我長大之後 19歲入行 然後很有心地能夠 多次地跟Coco老師見到面 當時就非常非常地激動 謝謝Coco老師給我們 這麼多美好美好的回憶 非常感恩 我相信Coco老師 她現在在另外一個世界 她已經是無敵 無敵了 所以接下來的日子 就讓我們後輩 齊徐邦老師來傳承她的精神 她的音樂 她的熱情 她的做人 做事 她的大愛 她的一切一切的美好 都永遠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謝謝老師給我們 這麼美好的記憶跟回憶